赵露丝和吴磊,舞台上的承诺征服观众 在中国娱乐圈的灿烂舞台上,有一对夺人眼球的情侣,那就是赵露丝和吴磊 他们以特殊的组合和炽热的爱情不仅彰显自己,还以无法抗拒的魅力征服了观众们的心 赵露丝和吴磊不仅在舞台上是完美的一对,还是不断激发粉丝灵感的源泉 赵露丝柔美的外表和男性化的风格与吴磊俊朗的外貌和独特个性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 使得他们在舞台上的每一场景都变得突出和迷人 尽管中国娱乐圈有许多著名的情侣,但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的默契和吸引力确实是独特而无法忽视的 每当他们一起登台,整个氛围都变得热闹起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他们在舞台上的爱情不仅是表演,还是精神上的连接,让观众们无法移开目光 赵露丝和吴磊不仅是浪漫的象征,还是舞台上创造力和吸引力的象征 每个角色都带来了新的情感和特别的吸引力,让观众们坐立不安,并期待着他们带来的精彩时刻 赵露丝和吴磊不仅是舞台上的一对情侣,也是中国娱乐圈中充满吸引力的新风向 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演员,还是互相陪伴的好朋友,始终以虔诚的态度分享并现身于艺术事业 赵露丝和吴磊在舞台上的《爱情之旅》仍在继续,并且承诺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他们之间的默契不仅使电影更加生动,还使人们的心变得更加温暖和感动 最近几天,赵露丝和吴磊一直在不断收获观众的成功和爱戴 凭借着热情和才华,他们证明了自己在中国娱乐圈中的地位 并通过参与的每个作品继续征服着每个人的心 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的默契不仅存在于荧幕上,而且真实地存在于生活中 他们毫不犹豫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美好的时刻和难忘的回忆 使粉丝们感到更加亲近和热爱他们 在这一巨大的成功背后,赵露丝和吴磊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凭借决心和耐心,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成为年轻艺术家的楷模,尊重激情和不懈努力 通过一切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 赵露丝和吴磊在舞台上的承诺不仅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也是对中国娱乐业充满信心的保证 观众们不仅期待着他们的新作品 还期待着见证这对情侣越来越成功的发展 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特别地融合 结合了美丽、才华和炽热的爱情 持续不断地激励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数百万人 他们的征服不仅来自精湛的表演 还来自对艺术的热爱和热情 而且他们承诺未来将征服更多人 李依童进组书卷一梦又嫩了 刘雨宁变帅 女二号初恋脸太惊艳 娱乐圈总是充满着最新的动态 而最近围绕着梦书剧组的事件 无疑引起了粉丝和评论家们的关注 随着李依童重回聚光灯下 刘雨宁的魅力增强 以及第二女主的迷人魅力 有很多值得讨论和探讨的地方 首先 让我们谈一谈李依童的复苏 对于才华横溢的演员来说 接受新项目并重新塑造自我并不罕见 而李依童似乎正是通过梦书做到了这一点 他重返荧幕的消息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而在这部古装剧中的表现 再次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女演员的实力 以他擅长扮演各种角色的能力而闻名 李依童的表演无疑是这部剧的主要吸引力之一 他的美丽和才华再次俘获了观众的心 为这部剧增添了一层激动人心的色彩 接下来是刘雨宁 他在梦书中的角色 进一步提升了他日益增长的人气 和不可否认的魅力 然而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 尽管刘雨宁越来越帅气 确实是个加分项 他与观众的连接能力 以及为角色带来的深度才是 真正使他脱颖而出的地方 随着他作为一名演员的不断成长 粉丝们迫切期待他在每个新项目中会带来什么 在梦书中 他似乎再次证明了自己以他的荧幕魅力 吸引观众的能力 现在 让我们转向第二女主 她的经验初恋脸已成为讨论的话题 在娱乐界 外貌通常起着重要作用 而第二女主似乎以她迷人的美貌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初恋脸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怀旧和天真的魅力 唤起了青春和浪漫的记忆 这是一种可以极大增强角色吸引力 并吸引观众进入故事的特质 凭借这样一种迷人的存在 第二女主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并不奇怪 当然梦书的成功并不仅仅归功于其演员阵容 剧情的独特主题和新颖的设置也在吸引 观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装剧长期以来一直是观众的最爱 提供了一撇不同时期和文化的机会 梦书似乎为这一类型带来了新的风貌 承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视觉上 令人惊叹的摄影技术 有一支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 将角色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观众 这部剧引起了相当多的兴奋和期待 并不足为奇 与任何娱乐活动一样 围绕演员及其表演的猜测和讨论 必然会存在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每一集的播出 渴望看到故事的发展 以及角色的成长 随着李一彤的回归 刘雨宁的魅力 以及第二女主的迷人魅力梦书 必将成为一部值得观看的剧集 事实上 深入探讨梦书的动态 会揭示出一幅才华横溢的故事和叙事 进一步让观众陶醉其中 李一彤重新出现在荧幕上 不仅仅是回归 更是对她卓越表演能力的再次确认 她在扮演不同角色方面的多才多艺 一直是她职业生涯的标志 而梦书也不例外 随着剧情的展开 她的表演未叙事增添了深度和情感层次 将观众带入故事的复杂世界 无论是在心痛的时刻 传达脆弱还是在逆境中展现力量 李一彤的表现都充满真实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样的 刘宇宁作为演员的进化继续吸引着观众 超越了她的外貌吸引力 正是她在梦书中真正闪耀的是 她扮演角色的本质 在每个角色中 她都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魅力 提升了叙事体验 无论是通过微妙的手势 还是强有力的独白 刘宇宁在荧幕上的存在都吸引着注意力 使她成为整个演员阵容中的杰出表演者 然后是第二女主角 她的经验初恋脸味剧增添了迷人的魅力 虽然美貌可能起初吸引眼球 但最终吸引观众的是角色的深度和情感共鸣 在《梦书》中 第二女主角的存在作为 引发剧情和戏剧的催化剂 以她雌性的魅力和不可否认的个人魅力 推动着叙事向前发展 除了个别表演外 整个演员阵容的集体协同 将《梦书》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每位演员都带来了自己独特的才华和观点 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角色画廊 与观众产生了直观的共鸣 从主演到配角 每个角色都充满了真实感和细微差别 为剧的整体成功做出了贡献 总之 围绕梦书剧组的事件 无疑引起了粉丝和评论家们的兴趣 随着李一同的重返荧幕 刘宇宁的《魅力增强》以及第二女主的《迷人魅力》 梦书这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值得期待 随着故事的展开和角色的发展 观众可以期待被演员们的才华和梦书独特的世界 所娱乐和着迷